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 小到像玩具一样的迷你挖机 以及有一个足球场大的巨型电厂挖掘机 这个小到极致的挖机 车宽才58厘米 总重量300公斤 看起来真的像一个玩具 但它确实是一款量产的 真实地用到施工上的真正的挖掘机 PC-01能在狭小的大棚间过到行驶 还能从大棚里的小门里直接开进去 在大棚作业里面挖排水沟 再适合不过了 挖完还能用自带的推土铲 把土平整好 这个迷你挖机虽然看起来很小 但它能挖的深度还是很不错的 一小会儿一个深坑就挖好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老爷爷用PC-01挖钩 这个大臂是可以向侧方折叠的 有点像两头芒的设计 不用回转就可以转移土方 这种微型挖机 做这种疏通排水沟的活 再轻松不过了 但为什么这种微型挖机 在市面上见得少吗 我们来看一下它挖竹根就知道了 它现在在挖一个竹根 明显看到车身晃动很厉害 这个和发动机功率大小 没太大关系 主要是挖机的吨位太小 才300公斤 在挖掘时会导致车身摇晃 从挖竹根的操作来看 这种吨位太小的迷你挖机 实际用途其实还是比较狭窄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足球场大的巨型挖掘机 Begger288 高度达到96米 相当于32层楼 超过纽约自由女神像高度 长度240米 底盘宽度49米 总长差不多接近2.5个足球场的长度 它装备18个容量为6.6立方米的缠 一天能挖30万 各立方 常见的自卸卡车容量为24立方 Begger288 工作效率 相当于每天1万 至12500 俩自卸卡车的工作量 各位观众 您更喜欢哪一种 是迷你挖机 还是巨型挖机 欢迎您留言讨论